大家好,在这个东欧啊,有一个国家叫做摩尔多瓦 这个国家呢,很小,只有三万四千多平方公里的土地 人口呢,大概是三百多万 跟这个罗马尼亚,还有乌克兰呢,接壤 这个国家呢,是内阁制 就是呢,虽然呢,有总统 但是总统啊,只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 没有实际的权利,只具有象征的意义 实际管理国家的是总理 那么有很多国家呢,是这种制度 比如呢,加拿大,英国,新加坡,德国,印度等等 2月10号,摩尔多瓦的这个女总理 那塔利亚呢,就宣布带领全体内阁成员辞职 那么呢,这个摩尔多瓦的这些政府呢 就彻底的垮台了 那塔利亚领导的这些政府呢 实际才刚刚18个月啊,一年半的时间 怎么突然就撑不住了呢 今天呢,咱们就聊一下这个事情的前因后果 摩尔多瓦人呢,他们的民族语言和宗教信仰呢 跟罗马尼亚呢,是一样的 以前呢,摩尔多瓦呢,也是罗马尼亚的一部分 2006年的时候,时任这个罗马尼亚的总统 曾经表示,两德统一以后呢 罗马尼亚是欧洲最后没有统一的国家 就是指呢,摩尔多瓦呢,还是没有收回来 1940年,罗马尼亚呢,将这个摩尔多瓦呢 割让给苏联 1941年,罗马尼亚在这个德国的帮助下呢 又重新啊,夺会了摩尔多瓦 但是呢,1944年呢,又被夺走了 加入苏联,就成为其中一个加盟共和国 1991年,苏联解体了 摩尔多瓦呢,也和其他的加盟国一样呢 就独立了 不过呢,摩尔多瓦呀,被这个罗马尼亚和乌克兰呢 加在中间 经济上呢,对俄罗斯、乌克兰的依赖呢 也比较大 人均啊,GDP目前是5000多美元 比阿尔巴尼亚呢,还低 那么摩尔多瓦呢,和乌克兰呢 都是欧洲啊,最穷的国家 而这次的俄乌冲突呢,引发了摩尔多瓦的能源危机和通货膨胀 摩尔多瓦的天然气完全依赖啊 从俄罗斯进口 那么摩尔多瓦的电力供应呢 基本上也是依赖于乌克兰 俄乌冲突呢,就导致摩尔多瓦的天然气和电力的供应呢 就急剧的短缺,进一步的引发通货膨胀了 目前呢,摩尔多瓦的通货膨胀率呢 高达30%左右 于是呢,摩尔多瓦呢 试图减少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 改从罗马尼亚呢,进口天然气 可是呢,这样的话呢 也无法阻挡天然气价格呢,暴涨四倍 俄乌冲突啊 还导致摩尔多瓦呢 对外贸易呢,几乎瘫痪 而且啊,大批的乌克兰难民呢 涌入到摩尔多瓦 造成摩尔多瓦的政府啊,难以招架 那么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呢 也是比较的动荡 很多人呢,买不起药品和食品 大概呢,有20%的人呢 在生命线上苦苦挣扎 于是呢,从去年开始啊 在其他大国的支持下 和组织下呢,摩尔多瓦呢 爆发了各种的游行示威和抗议活动 那么这些游行的人群呢 就指责正式啊 摩尔多瓦政府亲西方的举动 导致能源危机的发生 所以呢,要求这个亲西方的摩尔多瓦政府呢 必须补偿涨价 给老百姓带来的损失 然后呢,辞职 去年12月呢 这个摩尔多瓦的女总统杜桑呢 就表示 我们呢,正在打一场混合的战争 俄罗斯试图破坏摩尔多瓦的局势稳定 宣传战是混合战争的一部分 将能源当作武器 也是混合战争的一部分 这个摩尔多瓦呢 挺逗啊 总统和总理,她们都是女性 还都挺敢说话的 不过呢,针对这个摩尔多瓦的指责 俄罗斯表示呢 是无中生有 俄罗斯的外长 拉夫罗夫呢 在2月2号呢 表示西方呢 正在考虑 让摩尔多瓦呢 成为反俄的国家 2月10号上午10点18分 有两枚俄罗斯导弹 穿越摩尔多瓦领空 向乌克兰飞去 对此呢 摩尔多瓦呢 召见俄罗斯大使 表示强烈的抗议 摩尔多瓦外交部声称 这个事件呢 是针对摩尔多瓦的 最新不友好的行动 绝对不能接受 就在导弹危机 发生几个小时以后 这个女总理 纳塔利亚呢 就宣布总辞职了 纳塔利亚呢 对摩尔多瓦最大的贡献呢 就是在她的任上 于2022年的6月 欧盟批准 穆尔多瓦呢 成为欧盟成员国的候选国 在这个宣布辞职的时候啊 纳塔利亚说了 摩尔多瓦呢 有望得到欧盟啊 张开双臂的欢迎 那里呢 有我们的朋友 但如果呢 我们的政府啊 在国内也有同样的支持力度 我们将会啊 进步的更快 它的意思是指呢 他们的政府啊 没有获得广泛的老百姓 大力的支持 好了 视频的最后呢 给大家推荐一下 我的除创商品 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考虑一下 谢谢支持 谢谢大家 字幕 李宗盛